词曲 李宗盛 罗马书第八章 第十四节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义址 这次生日感言中 尽心解释了十万贵的祝福 因为实在见到牧师的侍奉 跟全世界的很多侍奉者都不同 很多时候见到牧师做一件新的事 很短时间就见到 那个倍增的加成出现了 但在牧师所说 就算去到Orbit或Kennakoban 其实他都只能去做一倍的倍增 但是牧师很多时候带我们 无论进入音乐的动势 经济的动势 就像现在Bitcoin的暴升 甚至到现在高达无形 都见到牧师是一样陌生的东西 很快就增加的智慧 超越了那个世代 但这次当牧师尽心说 广阔的时候 扩展领域的阔度之外 就提到一个叫深度 牧师会不会在这里再补充 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一个深度 其实当我们理解十万贵祝福 以及理解十万贵祝福 要有那个阔度和深度之前 我们要理解本意 要不然我们不会知道 他阔度的深度是为了什么 他的倍增其实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不是加增是倍增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 其实神创造信仰里面的一切祝福 都是为了设计一个机制出来 是一种叫做性格的回报 他本身就是性格的回报 既然是性格的回报 那你性格阔 那有没有回报 那就是我们杀种阔 亦会一个杀种都处理好的性格 他就有三十倍到八倍 所以性格阔去有回报 那性格的心呢 你爱人究竟爱得多深呢 爱神爱得多深呢 那有没有回报呢 有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误解 这个是指一个世界有的定律 其实这个定律设计是为了 设计出来是冥冥中 对性格的一种回报的机制 比如举个例子 其实如果不理解性格的回报 你永远从来都不会明白 为什么无端端主耶稣来之后 就开始一个新纪远 接着教会的纪远 然后并且出了一种 这种方式的带领 是跟整个旧约的带领都不同的 全部不同的 因为整个旧约的带领 全部都是以一个很明显的sign 很明显的神迹 很明显的标志 很明显的神迹 很明显的标志 即等于 但为什么生约是借着圣灵用微小的声音 甚至跟我们的性格一样的声音 让我们去选路 为什么呢 因为当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 然后又行雷闪电有火 你够胆不走 那根本已经不需要考虑性格问题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 因为你的性格里面 又多加添了任何的神的品性 但是当你在新约的时候 为什么内心声音是这么重要呢 就是当你走到这条路的时候 左还是右呢 对不对 就是可能是 右边是基谱 左边是教会 对不对 你内心声音 要你分教会 因为这样而选择的左右路 是不是跟突然间 蜒雷闪电有个细红光管 好很多 因为神重视就是性格的回报 所以 比如这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就是为什么 有很多你们很陌生 为什么我选择的东西 和你们不同 就比如说 为什么我喜欢听 刺因很多时候的新歌 就是他的歌 会导致我 既是简单的歌詞 但是内心会有 多听了这种内心声音的感受 那你很难形容 他又不是行雷闪电雷劈 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 但是却是带你 能够很谦静地 多听到这些启示的声音 多听到这些决断的声音 这样对你的性格的建立就越多 你在想像上的回报就越多 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预备信息的时候 我喜欢听歌 因为听歌的时候 我不是为了行雷闪电 看到这些 而是反而 那一种内心的选择 他说什么 演讲法的声音多了 所以原来 其实神用圣灵在新约的时候 带领最主要重视的就是性格 因为圣灵是带着神的性格来 以一个参考的方式 在我们的内心跟你说话 他不是迫 他不是说不能改 一定要这样做 他甚至就着我们的良心 给一个参考 然后我们真心去选择 这个就变成我们的性格 就会参考虑彼此人 不但愿意这些人 也会参考虑彼此人 我们的心情的心 因为凡被神的令人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歌场园纷纷 上帝厮身 谱将竟致血泪迷人 主席定一生 寵生主乐圆 温暴游戏 月宜日生 在此生命乐圆 人亦处处陷迷缘 得主人权 迷目中不是走远 不须斗传 令高人搏亦迷断 不失放弦 良心性感索怪缘 珍惜雷晴天 写生命诗卷 既在结构望远 熟天品性光辉永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